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关系的 安红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 不过最近我比较忙 所以没见到他 这样吧 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 什么时候等安红的情绪稳定了 我会劝安红跟那个女孩见一见面 其实我想 那个女孩子是演安红这个片子的最佳人选 是吧 你说他们俩长得那么像 那这真的太好了 希望安红也是这样想 是啊 爸 你在说谁啊 你不认识 董事长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好 你去吧 我一会儿来找你啊 好 我跟姐都没有回来了 这里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说给我听啊 我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说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那是说你女朋友的事儿吧 我没有女朋友 骗人 你这个年纪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 说说有什么关系嘛 我在美国就有过好几个男朋友啊 过后来都吹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 对感情根本就不是认真的 他们不过就是想找个新伙伴而已 我想要在现在这个社会 找一个痴情的男人 估计是绝种了 高先生 吴总 上哪儿去啊 我带你一顿 回家坐地铁 远着呢 不麻烦你了 上车吧 四个轮子的 哪有趴远的 来 上车吧 我家可是住在梅龙啊 梅龙能算远吗 现在比梅龙远的地方有的是啊 来 上车 高先生 以前你做过广告是不是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看你挺在行的 不像有一些投资方的代表 老说些外行话 像你们这样工作蛮辛苦的啊 你们公司怎么不给你配个车啊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那你每天上下班挤地铁 蛮累的啊 公司离地铁口 有一段距离吧 地铁还算方便 当然了 跟你这四个轮子是没法比的 高先生 你有驾照吗 没有 我们公司到了一辆车 以前是一位副总开的 最近他辞职了 这个车啊 空着也是空着 要是有驾照 就可以给你开了 其实考一个驾照不难的 最近我们公司啊 要送几个骨干拒绝开车 怎么样 给你半个名额 这 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的公司啊 我说了算 走 好 高姐 嗯 我碰到个熟人 跟他去打个招呼 是吗 别躲 吴老师 哎呀 是你啊 你好啊 哎 你住这儿 哦 我就住前面 哦 怎么 你们认识啊 他是我们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哦 原来你们也认识啊 我们俩是同屋 是吗 哎呀 那么巧大家都认识啊 哈哈哈哈 哎 吴老师 那时候我们屋里坐一坐吧 大家一块吃个饭 啊 不错不错 布置得挺温馨的啊 哎 那不是我吗 那是你带我们学生干部 去搞活动的时候拍的 哦 那么久远的照片 你还放在外面 因为我特别怀念那段日子 我觉得那时候 真是过得无忧无虑 你怎么样 自己的生活怎么样 不怎么样 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哎 这可是大问题啊 没时间考虑 你得挤出时间考虑 你不晓了吧 嗯 下个月就整三十了 哎 吴老师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你让我们不要太早谈朋友 我们说不趁早的话 以后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你说 如果我到了三十岁还找不到对象的话 你就负责把我取走 现在我已经三十了 还没有找到对象 还没有找到对象 你说 该怎么办 啊 开饭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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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 老师你坐给您吧 呦 强子回来了 看看我们做了什么好事的 你们这是看不懂了吧 看不懂没关系 先做小事 慢慢你就懂了 好 来来来 来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同屋强子 这是我的老师吴伟 哎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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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 来 为我们的认识 为了我们的重逢 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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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竟有那样巧的事情 吴老师 以前你是我们老师的时候 是我们全班同学崇拜的偶像 要是我们的同学知道 我今天能够这样幸运地遇见你 都会羡慕死我的 得了 别含着我了 我啊 早已不做老师了 在社会上混 现在 再向你的同屋讨饭吃呢 哪里哪里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也有很多事情 要麻烦吴总的 我们互帮互助 好 来 碰一下 再碰一下 来 刘总 一起来 来 来喽 尝尝我上的小排萝卜汤 今天我们可要偷吴老板的福啊 竟然喝上了女博士少的汤 不过我可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笑嘻嘻的 平时她都板着个脸一本正经的 样子怪吓人的 是不是强的 其实刘总这人啊 挺不错的 你们平时啊 要声势一点 多关心关心她 如果 有好的男孩子啊 帮她介绍介绍 她一心赚在学问上 快三十了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这忙我们可帮不了 她都快三十了 我们这些朋友都比她小啊 是不是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你是她的老师 你是她的客户 对不对 你才明白呢 喝酒喝酒喝酒 来 写什么呢 深深迷迷的 别看别看 写情书呢 写给她的吧 有那么夸张吗 要不要我帮你带回去啊 不用了 我还亲自送过去 写你的吧 小妹 嗯 海宁给你介绍的工作 有消息吧 我这么好的条件 人家难道会不要我 那这次可以好好做啊 别弄了过两天也不干了 你 你回来了 爸 嗯 那我先上去了 辛苦了 来 吃点水果 累死我了 这一天都忙了些什么呢 有几个女孩来实戏 折腾了半天 还是觉得不太对劲 哎 我一直想问问你 你怎么不看看那一天 撒花的那个女孩子 我觉得她可真是上帝赐给你的人选啊 你这么想 啊 今天我也想到了她 那好啊 我让海宁赶紧把她约过来 你跟她聊一聊 好吧 只要她不计较我上次对她的态度 真的是你啊 快跟我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还在忙哎 那你快去请个假吧 去哪啊 你先去请假 我待会告诉你 什么 现在就去见安红啊 嗯 我知道会不会 哦 你是说上期在医院里的事啊 哪都过去了 这一次是她请你去的 真的啊 可是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啊 请子是吗 安红老师好 请坐 坐吧 来 你请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好好 我叫秦英子 是特地从上海 不是 从红城赶到上海来 报告您的剧组 真高兴终于能和您说上话了 别紧张 慢点说坐下坐下 喝点水啊 烫着了吧 来来擦擦 你以前演过戏吗 演过演过 我分别在四部戏当过情众演员 第一个戏当一个丫鬟 第二个戏演一个街上走路的 第三部戏呢 演一个饭店服务员 第四个戏呢 演一个要饭的 戏里有台词吗 有的有的 就是最后一部戏 那个要饭的说了一句 求求你心心好吧 就这么一句 虽然把你跟安红拉到一块去了 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你说安红会看上我吗 我想应该会吧 否则太浪费我一番心血了 我想也是 谢谢你在这件事上 帮了我这么多忙 不用谢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以后的事情 就要看你自己了 你是说 你以后不再来找我了 你当了大明星之后 恐怕我来找你 也不理我了 怎么会呢 很多大明星在成名之前 都会说过你刚刚说那番话 但是成名之后 就给忘了 你胡说 反正我是不会的 你看你急得这个样子 好像明天就真的会成名一样 你这人怎么这么坏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待在一起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 这个话我憋在心里面想说好久了 突然说出来觉得挺开心的 拜拜 你还记得我们读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叫肖小培的女孩吗 记得啊 你怎么突然想到她了 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喜欢她 还闹过一阵子不开心呢 是啊 说了也奇怪 我们每次啊 都会同时喜欢上同一个女孩子 难道现在不是吗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铁的缘故吧 你是说我和姐妮 这次我对你啊 是有羡慕 你小子厌妇不浅哪 妈妈这样得怎么样 情绪好点吧 不好 不好 她好像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肯吃也不肯喝 这样不行啊 总得想个办法 我实在没办法 在医院里天天陪她安慰她 可她好像根本就听不进去 我觉得她好像有什么心事 小梅 爸 小梅 上哪儿去啊 我今天要去上班 你就穿这个去上班 我穿得怎么了 我在美国我就这样穿的呀 我是去付出我的脑力劳动 穿什么是我的自由 那你也得吃了饭再去 爸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可不想迟到 不吃了 我吃好了 慢慢吃 小梅啊 我看出来了 你不大欢迎安慌阿姨到咱们家来 是吗 我知道 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好 没有和你多沟通多商量 可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呀 你应该表现得友好一点 打气一点 你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留学生啊 这点境界和姿态总应该有吧 爸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真的没有时间吃早饭啊 我先走了 我晚上就回来吃了 喂 你好 你给我介绍的什么公司啊 我建议去啊 那个人事出的老女人 就对我横挑比 什么服装不对 化妆不对 发型不对 他连我说话的分辈都嫌太高了 我是去上班又不是去修道 他关我那么多了 气死我了啦 对不起啊 我现在开会 待会再打电话给你 我不管啊 反正我一会儿来你办公室找你 对不起啊 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下午五分钟 奶油 正不过一刀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 是他自己要进来的 他说他跟你约好了 行了,你先出去吧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这个是要送给谁的 你在干吗 我的项链怎么会在你手上 还给我 还给我 他怎么这么凶啊,就不给你 你在干吗 你干吗 不就是一根项链吗 又不是很值钱了,你干吗这么凶啊 大不了我买个新的赔给你好了 保证比你现在这根好 你马上走,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送你 你不是上班去了嗎 這麼快就回來了 小梅 小梅 到底怎麼了 給爸爸說說 爸 我今天解釋就是倒霉透了 先是在那個貨公司 被人教訓了一頓 鬧得沒什麼 反正我也吵他們猶豫了 最可恨的是 你們公司的海寧 她為了一個項鍊 就要罵我 她叫我滾 海寧 不可能啊 什麼不可能 你跟她跟我搶項鍊 把我手都掐成這樣啊 真的是海寧啊 那她怎麼會和你搶東西呢 就是嘛 我就拿她辦公做了一條項鍊 我就看一下 她就像凶神惡煞一樣的 又強又麻 爸 她怎麼會是這種人啊 海寧一直是一個很斯文的人 她不會這樣的 對了 你肯定是拿了她 以前女朋友的項鍊 她以前女朋友 小梅啊 你是不知道吧 我也是聽她父母以前提起過 海寧以前有一個 非常深愛的女朋友 她們本來打算要結婚的 可那個女孩子突然生病死了 這個事對海寧打擊非常大 她的父母怕她胡思亂想 就讓她上我這兒來工作 以免她經常地觸及傷情 你拿那個項鍊啊 一定是她女朋友留給她的紀念品 天哪 我還把那個項鍊弄斷了 難怪她那麼生氣呢 那我又不知道那個項鍊有那麼重要嗎 海寧現在一定恨死我了 你平時就那麼任性 你別罵我了 快幫我想想怎麼跟海寧道歉 這個事啊 我幫不了你 旁邊就好 我一直要來 我先想著你 就好 我不會把某個小子 我這次接著 你一定要付錢 你一人 是誰 我等我們 我看你 你親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 以前我妈妈医院里面有一个病人也是不肯吃饭 她家里面人用了好多办法都是没用的 结果我去喂她吃 她真的吃了 我妈妈说 你对病人真有一套 将来适合做医生 是真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让我试试就知道了 算了 算了 不麻烦你 我怕我妈一看到你又要激动 谢谢你的好意啊 我要走了 对了 你住哪儿啊 我用车把你送去 不用了 我离这儿挺近的 走回去就行了 他妈妈 他们嘗 Media 慈乐 我 reorganize 我都准备了 好 你找誰 是你啊 你就是在先生太太婚禮上撒花的那個女孩吧 就是我 我來看看安婆婆 她已經睡了 她吃飯了嗎 你看這些粥都涼了 那麻煩你把粥熱一下 等一下我來餵她吃 你能行嗎 能行 那好吧 安婆婆 你醒啊 我是那個情因子 你還記得我嗎 你好點了嗎 我來看看你 阿花 阿花阿姨你怎麼來了 你不是說晚點過來嗎 我東西忘了來取一下 你怎麼了出來幹嘛不照顧婆婆 我都差點去買佛儒 那個叫什麼情因子的來看婆婆了 她讓我去買的 什麼 情因子在這兒 來婆婆 再吃一口啊 好 你比我上次見的瘦多了 一定要多吃飯 這樣身體才能好起來 你要是不吃飯啊 大家都會難過的啊 好 來 走走走 阿花老師 婆婆喝了一碗粥呢 我說過我有辦法 不是騙你的吧 真是奇蹟啊 你餵我媽就吃了 媽 你早該這樣了 這樣你就有救了 英子啊 你真美大 我知道你是想說 英子跟我長得像 她可以演我的戲是不是 放心吧 我會考慮的 不是 你 不是 你 你 你 我知道我知道 你是想說我跟英子有緣分 是不是 好的好的 我以後讓她常來看你好不好 好的好 媽 我有些事要去辦 等辦完事再來看你啊 英子 來我跟你說 英子 沒想到你還真行啊 這麼嚴重的吃飯問題 你一來馬上就解決了 我真是太高興了 真奇怪啊 我媽媽這次看到你 怎麼這麼喜歡你啊 我還以為又出什麼事呢 我希望以後 你能天天來看看她 我以後會多抽時間 來看安婆婆的 她總是耽誤你的時間 我心裡頭也故意不去 你畢竟不是我們家裡的人 可我現在好像真是少不了你了 我想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想跟你商量商量 以後我索性出錢請你 每個一天你來陪我媽媽一次 每一個小時給你一百塊錢 行不行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別客氣 這樣我們彼此心理上的負擔會輕一點 你來了以後不用做什麼活兒 餵餵她吃飯陪她聊聊天 她精神好的時候 給她讀讀報紙什麼的好不好 你要是覺得價錢低 我們可以 不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這個錢太多了 我不用這麼多的 就這麼定了 你能來照顧我媽媽 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我來看倒閉 我還會不跟你講 我先洗手間 我先洗手間 我回去也給我 我可以洗手間 你整個水 我會洗手間 你把我洗手間 你把我洗手間 你飯洗手間 你洗手間 我活動 你把我洗手間 你洗手間 我再給你洗手間 我需要洗手間 你洗手間 我可以洗手間 你洗手間 我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根一样的 我那条项面是不可代替的 我知道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是真心诚意向你道歉的 我不该乱拿你的东西 还弄断了你的项链 我知道这根项链 根本就不能代替原来那根 所以如果你不收下的话 我把你原来那根拿去修好 我保证跟以前一模一样 真的我保证 不用了 我自己会拿去修的 那你原谅我了 其实我也不该对你那么凶的 你还说 你看你把我的手插得都紫了 你今天是不是练过一指尘 我来玩我 我来玩我 你第一次玩 不要我了 不认识 不思议 我什么地方 你以为不过 先把它插得到 你再来 我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一个人会记住我的生意 那个人就是我妈妈 不过她已经去世了 家里已经是那个女人的世界 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爸她整天都忙了她自己的工作 虽然又有那个女人在她身边 根本就顾不上了 我也没有男朋友疼我 爱我 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一个多余的人一样 不过今天总算是把你留住了 虽然我看得出来你也很勉强 不过我不管了 总比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要好 那好吧 既然如此 我今天就负责把你赔到底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金子 你回来了 天天怎么那么早啊 我别人换班 坐着班了 来 站着坐会儿吧 看你那么累 你成天上班 回家就忙着睡觉 我们也没有时间 好好说说话 要喝口水吗 不用了 印子啊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刘多姐姐啊 我听我哥说你是博士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好啊 只要我能回答得出的 你说 怎么才能看出一个男孩子 是不是喜欢上别人呢 哦 你是问这个 那我想 如果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 一定会有所表示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一定会对女孩子说出来是不是 那倒不一定 但是 他一定会做出某种举动的 比如说 他会寻找种种理由 和那个女孩子待在一起 又比如说 他会非常愿意帮助这个女孩子 帮助他做这做那的 那如果 那个男孩子喜欢跟那个女孩子待在一起 他就不会喜欢跟别人待在一起了 是不是 嗯 那应该是的 嗯 那如果那个男孩子喜欢跟那个女孩子待在一起 他又喜欢跟别的女孩子待在一起 那是不是说明那个男孩子 就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啊 嗯 那也许说明这个男孩子心里还没有最后决定 他 到底更喜欢哪个女孩子 那到底怎么才能知道 他心里喜欢哪一个呢 嗯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我到现在也没有这么巴紧谈过恋爱 我说的啊 都不算数的 不过英子 你那么漂亮 那么聪明 人又那么好 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喜欢你的 嗯 嗯 嗯 好了 我去睡了 你還不睡嗎 我不困你先睡吧 我不困你先睡吧 佳凡 好 我觉得你最近在家里的话越来越少了 怎么了 没有啊 我没觉得我话少 我是在看你认真的研究剧本 我就没敢打扰你 也许是我这阵子太忙了 公司上市的事 占去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 一回到家人就懒了 你可别多想啊 先去睡吧 好 那我就去睡了 你们这么晚还没睡啊 你也知道晚了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打你手机 你关机 怎么跟你联系 联系不上 也不知道给家里来个电话 你不知道家里在为你担心吗 我手机没电了嘛 爸 你不用担心 我跟海宁在一起 海宁 海宁不收你气了 当然了 我这么有诚意地跟他道歉 可能是我的气 是啊 人家海宁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当然不会跟你一般计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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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